欢迎各位观众再次收看我们的东周投资会 我们今天继续有比比和文杰分析大市的走势 和解答观众的问题 我们先讲讲今天大市的反应 本身今天恒指升得好地地 高开了几十点之后就持续向上 到下午开始 游戏下午开始 那个升幅就开始向下缩 最终就升了一百二十五点 幸好我们搜到一万六千点的位置 就是二十天线我们还能搜到 比比你觉得中央救市的措施 能否令到恒指可以再向上推呢 很难回答 YES和NO很难回答 可能明天就下跌了 不打扮我也要讲我自己观点 我觉得港股仍有得升 因为我想用几个角度 第一件事就是 当然有很多条件要存在 但我觉得有得升的原因就是 跌得很残 其实如果你細心看 11月中跌到近期来算 跌了两个月 其实跌了两个月 全世界都underweight 全世界都唱淡 会不会有一个short squeeze 夹淡仓呢 都不会夹几天吧 所以我倾向还能搜到多一点 第二就是根据中央所说 应该还有东西是跟着的 我相信他 他说还有东西宣布 应该会对气氛再帮一些 的确实在近期都出了很多招 无论房地产也好 降准也好 等等 当然大家一定会问一个问题 咦 不是传出过 这个中央没有说过 是彭博说的 就说会有两万亿的评准基金 原本就可能在上个星期的 礼大尾段会有多些消息 暂时都指纹楼梯响 不知道会不会有 如果有的话会是一件好事 中观来说我是开心的 如果大家记得在月中的时间我有点猛烦 或者再说前面就是12月底的时间 我有点担心 当时的担心就是 你几个会对经济的判断 都是比我预期是乐观 那我就害怕了 你会不会不出招的 结果15号的中期借体便利 22号的LPL 就是泰股市场报价利率 你真是不敢 那股价当然跌了 所以我就是由担心去到失望 幸好我不知道是不是下几盘大的局 他就在22号过后 就连珠爆发了 就出了很多招 这个对市场气氛就会有个帮助 所以我倾向会再夹多一点 起码跌到这么惨 碰一碰 50,000线 那里也有16,500 16,600 不太贪 我希望先看这里 又这么说 其实如果不是星期五 或者这几天 有些中美关系的忧虑的话 可能今天来说 其实也有16,000 3,4,5都不出奇的 有什么忧虑呢 大家知道原名生物 或者应该这么说 生物科技股 不要指名公司 因为不单止他的 这个生物科技股 甚至乎是联想 都被人搞的 详细有机会再说 这个大家担心 这个中美关系 甚至乎好像昨天 或者今早 都有一些美国媒体就说 特朗普 如果我上场 我就将这个关税加到60% 这件事我就觉得 好像今天大家看着恒大 看着联想 等等 就未必那么留意 或者看着中国铁塔 很厉害 又再说 这个中特股 但是其实A股有反应 A股有很多 一些电数设备商 跌到反艇 有些评论 包括花旗 说应该是和 加关税的忧虑和消息有关 怎么也好 所以中美关系 现在是其中一件事要留意 但是暂时来计 我们也守着 20天线 亦都是 守着20天线 亦都是16,000 我觉得 还是OK的 如果能够 守着20天线 看看 我们所说的 50天线 即是 16,500 即不是很多 16,550点 也是正常 反正 你失手20天线 失手16,000 不要失手10天线 没有了 可能断定反大浪 就已经是受都不正常 继续一个 100天线 50天线 20天线 10天线 和这个 恒指 沉底之类继续 亦都代表着 15,000 或者1月22日的 低位 14,794 是不是低位 就难够了 所以首先 顶着 卖6点 和20天线 能够做得住 再往上去 多一点 对 向上网 50天线 但比比你觉得 即是未来可以 恒指再推上去 可以靠哪一类的股份 可以推上去 我们知道 这几天的推升 主要都是靠中特股的 中海油 中社油 中社油 中移动 中联通 那些推上去 科技股好像 又不是很动 未来再推上去 还是靠中特股推 还是科技股 可以追回来 当然要看市场 有什么消息出 但是如果这样看的话 我想 科技股是有机会 随着市场向 反弹一点 不大贪 不要说弱名 不要说联想 其他是否可以反弹一点 我觉得 有机会 第二 整个中特股的概念 有些人在说 会不会是一个新的 re-rating的故事 其实这刻你要记住 什么都没有做过 大家经常说 所谓的中特股 会有一个市值管理 什么是市值管理 其实有几样东西 我也看回一些报告 有些报告说 第一 是 注资产 第二可能是回购 第三是 派息 第四是 Streamline operation 第五可能有 incentive 给Talent 说英文 所以 应该是这样说 有些 资产可以注入 可以是回购 可以是 派息 但是简单来说 现在什么都没有做的 如果真是 有一两家 比如举个例子 今天个个问270 因为刑警 跌得多 其实 你问我 270是有机会做 asset injection 所以 第一 这个中特股 不是炒几天吧 只是几天 是不是可以多几天呢 理论上会的 除了这个炒作之外 是不是真的会有些事情发生呢 我倾向也是会的 所以 可以是靠中特股 中特股其实也很 很阔的 你可以说 石油 电讯 甚至乎是 中国铁塔 等等 另外 可以靠科技股 跟着气氛改善 而弹 一点 我只是说几百点 机会是存在的 几百点可能明天 就已经 不到 我自己 我自己主观 我希望 不排除 一两天 始终 你从14,800 之后上来 也不少 即是回头下的 20天线附近 有些争持 还在被美国搞定 是正常的 但我自己希望 在新年前 其实只剩下两个星期 这个气氛能够保持 可以上到50天线 华楼上 这个就是 新年前 我希望给大家的 利时 但是要看最后市况的情况 说到中特股 我想很多观众都想问一下你 中特股现在是追不出来的 因为升得比较强 最简单 最基本的 有人留意 两只石油股 一只中石油 一只中海油 中海油就破了三年高位 到了14个多 近来15元 今天15元都见过了 什么位置可以买得过呢 另外一只中石油 又可不可以追呢 这个真的很难答 我自己倾向是未升完的 但是在这个价位 再升一定是不多的 我又 在我答你问题之后 反怪大家 中石油 中海油 中移动 中电信 全部都是我们推介的股份 前买 早买 你只要升了之后才买 很难搞 不如我们逐句说 我记得883 除了中特股概念之外 其实它公布的数据 之前付出的展望是理想的 所以真的标到 不过我又这么说 今天曾经做到15.08元 收市做回14.7元 似乎高位是有点压力 15元附近 但你记住 我们当时是12.5元 其实 如果你听了我们买 咬着2.5元 我当然可以随时只赚 赚到现金最狂 8.57元 我记得这只没那么厉害 我们都说了5.4元 5.4元 现在出现家乡 再赚你4毛钱 OK 然后9.41 今天就叫做普普通通 似乎67.8元 就是 上一个顶 但我们当时是62元 62元去到68元 6元就是差不多8-9% 这一轮这些操作其实是OK的 但你问我 我就等于回吐才买 因为 始终这些不是很增长型的股份 你一在相对高位买了 万一炒完的话 你真的有时间才回家乡 但如果是很增长型 我举个例 譬如腾讯 你欠5元10元 他一个消息 一天都行给你 所以 虽然我倾向大市未升 当中包括中特股是未升 但是 我倾向会有点增持和回吐 最好 如果你真的完全未买 你还是稍微等一等 有点回吐的时间 才再买 可能会比较好 譬如是883元 你觉得应该是回吐去什么位 就可以 你觉得 再入市是一个好位 再买 我说真是最低的 我和你说10月半是我神经病的 我现在看着 我经常说 很强势的股份 不是不下10天线吧 当然你说 下10天线才炒完 肥仔 可能是 两看 如果你说 真的炒完 未上车的 我只能够怪你 你上车上得慢 就不能够怪车 车是准时开出的 OK 所以我真的会比较低 不要太夸张 14元附近 你会看到 在1月8号做高位是13.9 再之前 在9月28号 有个高位是14.04 应该跌下来的话 大概14元附近有支持 如果你说 是不是真的跌到14元 你够扣的 你就放高一两格 或者 十格八格 但我就会定在 在10.14元附近有点 你落到这些位置 拼不跌穿 再炒上去 其实也没了税 最税的只有15元 没办法 因为你升得多才买 就算你不可以等它回调太多 变相 直播率是差一点的 我想 暂时来计先放14元 中海又放了14元就可以去骂 另外有观众想问一下你 若明生文 我想这也是 普遍很多观众都想 想知道 究竟 还能买不买得过呢 比美国 说两个说之后 连续两天 跌得很狠 想问一下 我今早有做节目 所以我也不能够打倒 昨天 这是今早的我 我的意见是分开投机和投资 投机 我今早就说如果你想拼 就立即拼 拼它一两天 结果当然有点闪失 跌了5% 可能要止蚀 那这个没办法 投机就是这样 一是拼得 拼得不到 第1就是转马 第2就是斩 很简单 这是很清楚的 你做得投机 就知道 不是赢就输了 投资的话 如果大家记得 其实我想由这个是 12月头开始 我就说我不再评论这只股票了 因为6月份的时间 无端端就出了PPT 就说 我上半年做不了了 跌到妈妈都不认得 不过幸好她跟着说 其实我下半年收服失地的 大家信都要迟 去到12月的时间 他无端端又出了PPT 跟你说 Sorry 我真的做不了 其实达不了 我心想说你是不是瘋了 我很难跟这些公司合作 我自己幻想 我买一间公司 其实我是跟他们合作做生意的 你耍我两次 我觉得 你是做CRO 你不是做制约的 为什么能见度那么低 如果一间公司每出一个PPT 就升跌10%的话 我觉得这些是 小价股 除非你告诉我 我买完之后 升一倍两倍 我就跟你瘋 但是不是 所以当时开始我就不再推介他 当然是吃虧的 接着他无端端在一月头 又出了一份PPT 就说 其实我第四季生意OK的 2024年就OK了 当时好像一天升十几% 但我都不理他了 我真的不想 买投资 大家又忙 可以无端端出 他又不是业绩期 他无端端出一份PPT 就升跌10% 其实我是跟着的 但是大家跟不到 所以我不想再评论他 所以这一下我们避免了 但问题就来了 我简单来说就是 如果 议案 其实要提醒大家 现在是两个议案 参议院一个 众议院一个 有两个 不是一个 简单来说 如果通过 是很麻烦的 因为他大概 他和让明康登 有五至六成的收入 是来 我下山三千字 是来自美国的 如果这个法规真的通过的话 其实这五六成的收入是没有了 和你腾讯 游戏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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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增值 只能增值2000元 你放假打机 一小时 还是让你打的 不过有很多限制 可能你收入会减少10% 20% 都有 但这个是一刀切没有的 这个是严重很多 不过 情况不同 就是 那个意见稿 腾讯 或者网易 就很大机会出 这个其实首先在委员会里面 先谈 谈完之后 就过众议院 再过参议院 再给总统签 每一次谈 就会有些修改 叛选的话 是有段时间 所以我某个程度同意 盈明康德的公告 就是通过的机会是小的 而讲的那个时间 会牵涉很久 所以我主观的判断 本来就是 其实我打算 当 星期五的时间 若鸣生物是见过最低 21.65元 我觉得这个就是暂时最低的 但因为始终你不知道 什么时候过 不会不会过 并且他知道 他真是放明想搞你了 也不会回到 这宗牛出之前的位 大概可能是27-28元 所以应该就是 21元 22元 去到27-28元 短线可能有一两天的反弹 这样的情况 这个就是我的判断 现在来计 当然今天没有反弹 但是 都没有穿到 星期五的低位 所以某个程度上来说 是比预期差 但是又不是真的很差 简单一句 除非你是拨短线一两天反弹 如果是的 控制住马 做指线自己做 但是如果投资的话 我这么多东西 我不选他了 所以我倾向暂时不理他 我本身也没有理他 现在也继续不理他 若明如果是拨反弹 就很控制住马 就去拨打 指线是很重要的 另外 有观众想问 很久没人说过 三八零零 协欣科技 是的 观众 他就是两元 买了三万股 现在跌到九毫六点 想问一下 现在斩了的好不好 斩了的换什么好呢 这个我要先承认 就是我们都一年 或者一年半钱 有说过的 我当时就憧憬过 第一 我预计不了 龟粒的价格跌那么多 第二 他当时有火粒龟 说得很厉害很厉害的 所以我们有介绍过 这是真的 我坦白有介绍过 我认的 不过当然 这些股份 其实说真的 真的要做点止蚀的 所以刚才我听到 是两元买 如果两元买 我买三万股 即是 六万元 六万元 不算很多 其实很多投资者会跟我说 我买了多少手 可能想给多些资讯 我做判断 但问题就是 我很难判断这个占 你的总合多越少 因为坦白说我以前 做回控总行 真的可以一亿买 一只股份 我们也见过 我也试过做节目 我说这个 叫做比亚迪 就分住 被人罵到九血临头 十几万元 你会想想 有些人会买一亿一只股份 有些人觉得十几万是太多 所以 我掌握不了 我只能够回答你 六万应该不算太多 那 我会这样想 其实 很难答 因为没有一半 暂时可见将来回不了家乡 但是 我会倾向你希望有些反弹的时候去减 因为现在跌到完全弹都没弹 今天收0.96 其实0.96和0.9 坦白说对你来说 都没什么大分别 但反而如果可以弹一弹的时候 其实也有弹过的 我举个例子 12月29日 他都做过一个二号半 如果他弹回这些位置 其实比现价多了四分一 这样就有影响了 所以我倾向就是 最佳的 斩一定是迟了 10% 15% 20% 25% 不是吧 这个要留意 所以 最差的时间过去了 现在我就倾向 等它有个反弹 但是 究竟是弹到1.05 1.06 1.07 就比较难判断 会不会 我反过来说 几差的股份 都可以弹回10-20% 你可以留意 弹回10-20% 就可以做一个 减持的动作 换回现金 看看是持有现金 还是买其他东西 但反过来 这是我的策略 但反过来 6万元也不多 我眼市干净 我也看到很棒的股份 现在有中特股 或者我再买联想 这个药名生物 不断 不用太贫泡 也可以减减 所以 好看你的情况 再做决定 但我自己 真的不想看它 等它反弹的时候 我才会减持 380 看看会不会来 之后有点反弹 才考虑去减持 还有其他 刚刚 Kennie你也提过 一些中美关系 就是药名生物 其实你觉得现在 大家是否应该 要避开 和中美有关的股份 去买呢 在港股这方面 不如我们也是买 一些中特股算 起码它不会被美国搞 先说 其实 会这么说 你很难避开 因为它针对的东西 通常都是高新科技 例如生物科技股 科技股 晶片 如果避开这些东西 其实你选的股票 就没有什么增长了 这是一个现况 我只能够说 要看个别来说 比如联想 我觉得 是否真的 八个半 或者再低一些 可以买呢 美国占比又不多 而且现在不是美国政府 出声 是有一篇新闻报告 引述一些文章 你说就是了 大哥 所以 我想 大方向就是 你避免这些 你不用买港股 你剩下的全部不动 一只中特股吗 而且现在中特股已经动了 你现在是否真的没有风险 我觉得不是 所以 唯有就是 逐只选 但我承认 另一方面 中特股是有特点的 除了中特股之外 这些股份 通常都是 保值便宜 股价落后 或者高息 我不管是否中特股 在现在这个市况 例如我之前常常推介中移动 可能市场不是跌是升 你什么股票都没有 你可能很虧张 你买一些中移档 那时候六十二三元 任你买 市场上升 你捏到一些 虽然低beta 可能市场上升1% 你可能升0.8% 但你起码是捏到的 所以市场下跌 我又这么问 你觉得中移动 有保证派息 有现金流 跌得多少 也挺肯定跌得少 大市 那些就是适合 同样地 如果你说现在你想买些东西 那真的应该买一些高息 低估值 股价落后 现在不是 这类的股份 所以中特股的特性是对的 只不过回到我们一开始所说 会不会等它有少少回调 你不就是68元 你不认为中移动 另外提醒大家 中移和中电讯 就是我自己 一直选择的电讯股 但是我今天都看到 由 JB Morgan出了份报告 他就 左选右选 反而现在是 放了第一位 是中联通 这个给大家做个参考 好吗 大家去 我看回数据 今年 今年2024年年初至今 就真的好像中联通是升最多的 这个就是大家去留意 给多一个 我未必是对的 给多一个观点 大家做参考的 对啊 Kendy你也提到992 刚好有观众想问一下 992是什么位买好 现在资格到 接近250千线 8.8 其实很难说多少 你买得这些一定是薄薄的 我只能够说 今天低位其实做过8.6 没有人的抽字 也不是抽 叫做跌少点去8.8 其实现在都回到接近 叫做去年 又未完全回到9月10月那些位 差不多了 所以我会这样说 现在卖东西就不用那么急 我经常说 港股 说实际上升得多少 升完又散过 你不跟美股 美股一去没有回头 你情愿卖昂贵 也没有这么说 美股的市况 气氛好 是一个操作方法 港股 真的不用那么急 所以我会放得低 其实在现在的走势连续两支阴烛轰下来 连之 说的是杨元庆 在10月5号 当日的低位8.75 都跌穿了 其实我可能 真的会等到8.5 差不多了 大家 自己根据情况 你说不是 我挺看好联想的 我觉得这些 一两个的 言论 很快就消化了 可能真的是8.5 8.6 你自己决定 不是 我是很保守的 你分两三支去买 现在买港股 就只能够 大大声 细细细 所以 分着去买 你觉得有前景 当然 简单点 你就等多一两天 等再没有消息跟进 股价又回稳了 请买贵一两号 但起码买得安心 也是 如果真的试过境迁 上回 9.5 10元 又不是难的 所以两个方案 要么 等8.5 要么 等不到8.5 就可以考虑 消息 消化了之后 股价回稳了 图表上 做回见底形态 哪怕 8.8 8.9 你都可以召售 那就要看 9.5 至10元 短期货反弹 就看着8.5 另外有观众想问 这个 最近还可以炒的 1357 尾图 主要是因为 肯定是跟着 比特币的走势炒 这个观众 2.8 4 有货 现在 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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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得不贴 我所理解的 大家也不太理解 基本业务 对 真的太比特币了 早两年 他买了很多比特币 所以 成为一个比特币概念股 比特币升 他就升 比特币跌 他就跌 比特币的 现在比特币好像 4万2千元 回回 出了现货 ETF之后 只是炒了一日半日 然后 价格就回套了 连带的股份 也是回套 2.8 这个位置 比较奇怪 你是近期买 还是 anyway 不要紧 我自己觉得 港股 市况看得 不明朗 我只会买些很硬的东西 如果纯粹 他买了比特币 你就买他 我的问题 第一个就是 为什么你不买比特币 所以 这不是我会 推介的股份 但anyway 今天来计 叫小川位 但收市来计 上两个目录 大概两个陆附近 是在打底 所以 我会觉得 譬如你 刚才多少钱买了 两个帮 那你可能 放回10% 至15% 因为他波幅也很大 如果自己的基本因素 没有特别的改变 纯粹看图表 和比特币的因由 我就放回10%至15% 做一个止蚀的动作 如果他不穿 你就继续持续 但是 我觉得能见度 不是 能见度不是太高 当然 可能我自己也要花点时间 再跟进一下美图 自己的实业 但是似乎 他的实业对股价影响性 及不上比特币 是的 135出 通常跟比特币走势 但是最低问题 最近有很多 比特币实物的ETF 出来 这类的比特币概念股 的钱 都走出来 直接投资 比特币实物的ETF 美国特币 另外呢 我再加一句 美国推出了11个 现代的ETF 香港就 好像不容易买到 这是第一个 而香港有的 是期货 ETF 有三个 包括南方东鹰 和三星 所以如果大家 都是看了比特币 又不想 开了Wallet 很复杂 又不记得 Password 我会 prefer 这些 期货ETF 比特币 这些 可能是 买了比特币的公司 或者交易所 等等 Coinbase 和香港那几个 的 概念股 这个提 大家去留意 当然 我看到最新消息 有基金公司 好像加省 是apply 一个现货 ETF 何时出 未知 你问证监会 我不知 但是 暂时理解 香港是未有的 另外有观众想问 未必是270 月海投资 初初你都说了 因为他刑警 跌了 跌了10% 他就5.8左右买 想问你 怎样处理好呢 可不可以 交货 还是 收息 这个又是难回答的 那 一向月海我少说 少推介 有人问我都少推介 当然 你说你这么淡 如果我在12月中的时候买了 去到1月中的时间 走卖 5个多升到6个多 其实我反过来 我跟着这只不太甜 我都不太记得 为什么它可以5个多升到6个多 但是 虚的东西 没有虚 始终 基本因素 不是真的这么稳 你可以想到 大家经常跟我说 东江水 很稳定 派息高 其实我想来想去 我不是很 同意 你要 收息一定找股票 因为股票是很波动的 特别港股 就算跟我说它派息10厘也好 万一股价跌5个% 喂股票 一天都跌了 你10个%的利息 5个%的股价下跌 你就实际得5个% 你搞来搞去得5个% 我不如买基管局债卷也有402.5 不用烦 是不是 我觉得其实 不一定局限于 收息 港股 收息一定是港股 所以其实我很少推介这类股份 特别你看到之前的股价 其实很令人惊认 一路一路一路跌 因为我想它持有太多内地资产 在现在的情况下 不是很就脚 变相 我觉得 如果你要收息 不如等那些中资电讯 又或者 这几天招行又炒了上去 如果你内银肯跌下来 你又不一定要半年拍一次息 一年前拍一次都可以 内银也可以 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唯一是什么 月海对我来说 就是今天跌了很多 短线 有个反弹的 所以 你问我月海收息 当然 不是我有交易 既然你觉得短期有反弹 我如果收息 就要责息赚价 但是问题 两者不是这样的 所以 我说的是 你现在几天 一个礼拜 你拼它 股价上升 但是如果你说的是 派息 我现在说 随正日 我最近做的 这个未出 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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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基本上 两者不兼顾 所以我赞成的 不是 我认为 你觉得跌得很金 应该有些人会 撩底 派股息 东江水 那你就做短线 资本增值的部署 但是如果你做中长线 半年一年 打算收息的话 我觉得有其他选择 这个就是我的观感 是的 如果再买一个收息 就可以选择其他 比较稳稳 好了 时间关系 我们最后一条问题 有个观众想问一下 1883 中 信国际 早前 跌得很急 那间 低位反弹了不少 上来 想问一下 怎样看 走势 之前是因为怕它续不了弱 澳门 现在都明朗化 我觉得 当然 如果相对于我们所说的 一些的中移动 那些的尺寸来说 它肯定是小一点 但是 我应该这么说 1月18号 应该是签订了特区合同 就延续了 所以理论上 简单来说 所以升上来是正常的 我又这样问 这个延续到 9月 2024年9月 同时你留意一下 可能7、8月的时候你又要小心 但是我又这样问 所以我会踏雷顿船 可以考虑的 可以考虑的 这些位置 我觉得是正常的 但是 你要记住 当日跌得最低 就是 2.6 一路四肢 羊竹轰上来 2.7不买 2.8不买 2.9才买 就看1毛钱 所以我想 这个可以看定点 最好 距离3元 越低的水平 越买 直播率就会越高 是的 就是这些 等它再继续再考虑 好了 今集时间就 很感谢比比 和我们分析大师的找射 解答关注的问题 我们下星期一 再和比比见面 比比我们下星期再见 拜拜 拜拜